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经历长达两年半的下跌 医药行业的估值已经处在了历史最底部 注意最底部三个字 以全职医药为例 历史上极有3.64%的时候比当下的PE百分位低 除了去年10月份 借20多年来就属现在最惨 换句话说就是 医药行业现在几乎到了跌无可跌的程度 而医疗行业又可以说是全球所有大类行业中 最具确定性和增长性的 毕竟只要人还没长生不老 就一定会有医疗保健的需求 这也是全球唯一一个不需要操心需求 只需要操心供给的行业 正是基于长生不老 这个根植于人性最底层的永续性需求 不论欧美日发达国家 还是大挨过去20多年 所有资本市场上 医疗都是诞生百倍大牛最多的一个行业 没有之一 因此如果医疗下跌到一定程度 不用怀疑 必定是钻石几的机会 当然了 大A的医疗跌到现在 性价比虽然高 但比起香港市场 还是差的点意思 一按市场的独特属性 使得香港市场的涨跌幅 往往是大A的N倍 很多优质公司 在大A也就腰斩 称死70%斩 在香港市场 腰斩再腰斩则是起步价 90%以上 斩更是比比皆是 如果说大A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上 那么香港市场 就是直接被一脚踹进了泥潭里 所以 如果关注医疗行业的ETF 其实香港市场的恒生医药 ETF159892性价比更高 像我们之前反复剖析的药明生物 京东健康 金斯瑞生物科技 汉森制药 食药集团 创新四小龙 百计 信达 军食 富宏 汉林 等等好资产 都在香港市场 而非大A 香港市场的资产质地上加 估值却比大A 低得多得多 因此 此时可以说是关注 恒生医药 ETF159892的最佳实际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也是恒生医药 ETF159892的第一大重仓 食药集团 在之前价值事务所 MAX的文章中 所长有讲 三年疫情 让自己更加坚定一个事实 那便是 投资一定要选龙头 在文章里的案例叙述中 所长还专门拿食药集团的 MRNA新冠疫苗举了例子 说真的 食药集团这个案例 当时真的让所长很震感 因为我们都清楚 国产新冠MRNA疫苗沃森与爱博 是第一个做的 而且领先其他企业好长一段时间 市场基本都认为 国产新冠MRNA疫苗的第一 肯定就是沃森与爱博 结果 谁曾想 第一个上市的是 晚了不知道 多久才开始立想 事前打死你也想不到的食药集团 虽然2023年3月才上市 黄花菜都凉了 但这个结果 也真的太让人意外了 确实 很多时候 看似Biotech 更领先拔了头筹 但笑到最后的 往往还是那些 有资源 有实力 有资金的大药企 即便是创新药产业历史更悠久的美国 多年来 成功升级为大药企的Biotech 也寥寥无几 在所长意向中 好像只有再生源等极少数的企业而已 因此 老牌有资金 有临床资源 有丰富管线 有渠道 有销售团队的老牌大药企 只要没躺平 是值得我们一直追踪下去的 它们从一定程度上讲 也是安全资产 在国内一众大药企中 食药集团的研发之初 始终位居国内Top5 仅次于百计 恒瑞 钟声和复兴 不同于咱们先前追踪过的一众药企 恒瑞 复兴 汉森等 经历了2018年首次集裁 以及2020年疫情 5年期间 食药没有任何一年的业绩是下滑的 尤其在同行们纷纷下跌的2022 食药依然实现了营收 净利润双双10%左右的增长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不过 虽然在过去5年 食药的业绩一直都稳步推进 但在2023至2024 还是会面临不小的挑战 仔细拆解时 药当下的营收 成药一年245.2亿营收 基本靠神经系统 肿瘤两大板块支撑 再进一步 基本全靠几个大单品 比如于2005年上市的超级重磅 品种丁本泰NB普 2022全年 为公司贡献营收近70亿 占公司成药营收的35% 一线化疗药物多美素 多柔比星 这款产品当下贡献的营收 共计30亿左右 市场几乎被食药垄断 NB普有专利断牙的风险 首个有效成分专利 将于2022年6月到期 软胶囊专利 将于2023年12月到期 但好在公司 为此注册了非常多的专利 迪加当下的竞争环境 比较温和 该产品仍有向上增长的空间 大约销售巅峰期 会在2024至2025年 不过 虽然这两年还可以稳健增长 但必然不会有太大的增速 后续一旦竞争恶化 业绩有可能断崖时下跌 此外 公司肿瘤产品线 大多是化疗药物 有集采的压力 如前文提到的多美素 截至2023年底 便会有四家企业 有相应产品上市 这就意味着 公司将面临集采风险 大概率2024年 2021年 为公司贡献23亿营收的 大单品级优利 中国首款长效白细胞增强药 便在2022年3月遭遇集采 降价50% 另一个大单品 克爱利于6月集采降价70% 所以 2022全年 公司的肿瘤产品线负增长 2023H1 在疫情和集采双重压力下 公司的肿瘤板块 更是同比下滑26% 神经板块 有大单品专利断崖的压力 肿瘤板块当下的几个支撑品种 都正在或即将遭遇集采 所以 综合考虑下来 石耀这两年的业绩压力不小 不过 公司也不傻 有钱有资源 石耀还是做了不少布局 2022年和2023H1 即便肿瘤板块遭遇巨大打击 公司也仍然实现整体气吻 2023H1实现收入160.8亿 同比增长3% 净利润29.67亿 同比持平 2022年 石耀新上市两款创新药 加上恩碧普和金优利 当下共有四款创新药在售 其中 多恩达米托恩昆之质体 于2022.1上市 该药品在全球都属于首款 当年4月便被纳入 CSCO08流诊疗指南 截至2022年底 已当下覆盖超500医院 根据相关券商的预测 这也是一款峰值能达40亿以上的大品种 科比托 杜维利涩 于2022.3上市 不过该药品峰值较小 7至8亿 主要是同多恩达协同作用销售 两者在2022年均为公司 带来过亿的销售收入 除了肿瘤和神经板块外 公司的抗感染 呼吸 消化代谢的药物 近期都放量较快 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 上市的安福利克注射用两性酶素B胆固醇 硫酸纸复合物进医保后 有望快速放量 相关确商预测 该产品今年销售额有望过3亿 峰值销售额有望达25亿甲 公司与海河药物合作的项目 古美T米也于2023.3上市 今年销售额有望破亿 除以上市的药物外 公司在盐管线十分丰富 截至2023年H1 在盐项目超110个个 大分子40 小分子40 新型制剂30 其中约60个重点在盐药物 已进入临床或申报阶段 8个已递交上市申请 16个处于注册临床 或即将递交上市申请的阶段 至于前文提到的 以上市新冠MRNA疫苗的 MRNA平台的其他在盐管线 包括二架及多架新冠疫苗布局中 二架苗或于7月底完成免疫桥接试验 狂犬 带状泡疹 呼吸荷包病毒等 狂犬疫苗以上交pre-ind 今明两年比较值得期待的产品 有Ranker丹康 JMP103 销售峰值有望15亿加 文拉法新 明富乐缺缺性脑素重适应症 奥马珠 紫山唇速农剂情 按公司的说法是 未来五年将有超40个创新药 60个仿制药上市 作为国内Top5级别的老牌大药器之一 石耀有着极为丰富的底蕴 过去五年堪称国内要起最拿熬的日子 石耀都能稳健增长平稳度过 尽管今明两年会面临一定压力 但通过自言加对外合作两条腿走路 公司的业绩也不一定会下滑 今年H1这么难 不也没下滑吗 这两年一旦度过 石耀又将上演王者归来的大戏 石耀是 石耀搭 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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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耀